第十課 好,大家好,今天我們就第十課了 我們就介紹一個九線鍵的運用 現在我們這個九線鍵,多數是馬達用的 在馬達起動的時候,就減低電流和電壓的負荷 現在我們已經插了電,我們試一下 大家看看電錶,卡卡,有沒有電池 現在這個內電,220屋,香港電壓 這個是內電來的,現在off了 我們現在開啟,試一下九線鍵的作用 先加時間 現在行歪 打開… 彈角 大約8至10秒 我們現在是一個緊急鍵來的 如果是一拍就全部停了 現在開回 正數,彈角 我們現在先講解一下 這個就是MCB,MCB是MG牌子,10M 頂10M才能做控制 這個就是主要的第一個實際 這個就是第二個實際,行角的實際 第三個是行Y的實際 還有時間制 時間制大約Y轉角大約8至10秒 這個就是overload 我們先揭開這個overload 現在可以調校電流 限定電流 現在是6A 5A 這個就是reset 這個就是reset 按住,按住 我們今天有個圖在這裡 給大家看 九線制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這三條的大線 這三條的大線 然後交到這裡 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Y 暫索尾 Control有一個圖 我們等一下在Control上 我們會在Control上 我們會在Control上 想知道的原理 在Control上 可以看到的 這個鉗錶有6電壓 還有電流 還有噶子 現在我們試一試 行九線制 什麼電流 電流怎麼起動 我們交到20A 2至20A 這個檔 我們開來看看 打開 0.2A 0.2A 10A 我們開一個大鏡頭 看看 我們看到 就是看到 索仔 索完的時候 電流高一點 看看 看著 看著 鉗錶 高一點 它走歪的時候 是幾個電流 走角的時候幾個電流 走歪 0.2 轉 轉的時候 它會跳的電流 我現在呢 看看 它去電壓 多多次 是220A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會繼續更新我們的教學短片